第126章 王子与乞丐 一路向北 继续向北 龙庆皇子在风雪中独行 花痴陆尘家 在不远处默默跟随 雪马无声踢着马蹄 缓缓消除着疲惫 从尘走到木 再从木走到尘 不知走了多少天 走了多远的距离 荒原北方那片黑尘的夜色 还是那般的遥远 没有拉近一丝距离 途中 龙庆皇子可时捧一把雪嚼 饥饿时咽几口口水 越走越虚弱 似乎随时可能倒下 再不会爬起 陆尘家也一直默默 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 而他虽然摔倒了很多次 但每次都艰难地爬起来 也不知道那瘦弱的身躯里 怎么有如此多的生命力 陆尘家沉默地看着数十丈外的身影 只是保持着距离 没有上前的意思 因为他知道龙庆不喜欢 陆尘家可时也碰一把雪来嚼 饥饿时从马背上取出干粮进食 看着那个因为饥饿而虚弱的身影 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压抑住去送食物的冲动 从雪起走到雪亭 从风起走到风亭 二人一马 却在这黑白二色的寒冷荒原之上 后方远处隐隐还可以看到天气山脉的雄姿 似乎怎么也走不出这个绝望的世界 某一日 龙庆皇子忽然停下了脚步 看着北方遥不可及的那抹夜色 瘦弱枯树的手指微微颤抖 然后松开 前些天重新拾起的一根树枝从掌心落下 啪的一声打在他的脚上 他低头看一眼树枝打跌的灰白色的脚指尖 发现没有流血 他抬起头来 继续眯着眼睛看着北方的黑夜 然后缓缓转过身 看着数十丈外的陆尘家 声音沙哑地说道 我饿了 陆尘家眼眶一失 险些要哭出来 强行平静心思 用颤抖的手取出干粮 用每天到暗中备好的温水化软 然后捧到他的面前 龙庆没有再说什么话 就着他不再娇嫩 有些粗利的掌心 慌乱地吞咽着干净的食物 然后满意地揉了揉咽喉 重新上路 只不过这一次他不再向北 没有任何征兆 没有任何理由 没有任何言语 自认被浩天遗弃的他 不再试图投奔黑夜的怀抱 而是落寞地转身 向南方中原而去 陆尘家静静地看着龙庆的背影 本来刚刚生出喜悦的心情 渐渐变得寒冷起来 因为他确认 这并不是龙庆决定 重新拾回生机 而是他真的绝望了 包括对黑夜都绝望了 是的 他还活着 然而这个活着的人 还是龙庆嘛 陆尘家牵着雪马 跟在龙庆的身后 偷偷看着他的脸色 低头轻声说道 其实回京城也很好 在逃山时 你经常说很想念皇宫的花园 我陪你去 龙庆皇子冷漠地看了他一眼 不再是那种居高临下 发自骨髓里的骄傲的冷漠 而是那种自暴自弃的路人的冷漠 嘲笑说道 你怎么会这么蠢 会成经做什么 被忠于重名的那些大臣派人暗杀 还是被父皇为了大局赐死 陆尘家正住了 他马上清醒过来 明白龙庆如果回到燕国都城成经 或许根本无法看到第二日的清晨 因为现在的他不是神殿支持的西陵神子 而只是一个普通人 牵涉到凶险的夺敌势中 哪有幸理 掌家大人一直很欣赏你 再说 还有裁局神座 愚蠢 难道你真以为 桃山是光明圣洁之所在 龙庆皇子看着他嘲讽地说道 什么欣赏 什么看重 那都要给予你的实力 叶洪瑜不会撒谎 他没有撒谎的必要 我已经被宁缺一箭 射成了废人 对神殿还有什么用处 莫非你以为我长得好看些 便真的可以替神殿吸纳信徒 桃山之上那些老家伙 除了浩天无所敬畏 哪里会有你这种廉价的通情心 这话很刻薄 很怨读 却根本无法反驳 陆臣家默默地低着头 喃喃说道 实在不行 去月轮好吗 你知道我在井山那里 准备了一个园子 一直等着你去看 说到月轮二字 他就知道自己说错了 果不其然 龙庆皇子的脸色愈发冷漠 目光甚至流露出验证的情绪 盯着他的脸怨恨地说道 我不再往北走 是因为你这个令人厌烦的女人 始终跟着我 明君怎么可能看到我的诚意 我不想死 所以我只好往南走 就这么简单 但我不想死和你没有关系 所以你如果愿意给我吃的 就最好闭嘴 陆臣家缓缓钻紧双拳 紧抿着嘴唇 看着荒原斜阳照出的影子 看着自己的影子 和对面这个男人的影子 发现无论怎样 都无法重叠到一处 一路向南 继续向南 风雪已消 也有受痕 往南行走的时间越长 便离繁华真实的人间越近 然而荒原地表上 二人一马的影子 缓慢向南 却始终保持着令人心酸的距离 燕国地处大陆北端 与草原左仗王庭交境 身旁又有大唐帝国这样一个恐怖的存在 所以国力难谈强威 国民也谈不上什么负数 时至年关相交之时 深冬寒意正龙 都城城京里随处可见 缺一少时的流民和乞丐 一个瘦弱的乞丐可能会引发民众的同情心 一百个瘦弱的乞丐就可能引发民众的厌恶与恐惧 城街大街小巷 酒店饭馆的老板们眼前所见皆是乞丐 自然不可能像长安城里的同行们那样有失周的乐趣 乞丐能不能吃饱 只能看自己的本事 一个瘦得像鬼似的乞丐 正捧着一个破碗 漫无目的地行走在城京城的街巷中 他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街巷里应该很熟悉的街景也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他的注意力全部被酒店饭堂里传来的香味吸引住了 只可惜很明显 他不像那些老乞丐一般有独门的乞讨诀窍 身上那件在寒风里还泛着酸臭味的外套 和比城门绳还要纠结的脏乱头发 让他根本无法进入那些地方 连续三家酒家直接把他赶了出来 尤其是最后一家的小二 更是毫不客气地用棍子在他的大腿上狠狠敲了一击 然后一脚把他踹到了街道的中央 那名瘦乞丐的脸上满是污垢 根本看不出年龄 插着腰 端着被摔得更破了些的碗 在街道中央对着酒家破口大骂 各种污秽言语 比他身上的泥土还要腥臭 直到小二拿着棍子冲出来 他才狼狈地逃窜而走 哪里能看得出他原来的身份和风度 街巷那头 花痴鹿臣家牵着雪马 尸魂落魄地看着这幅画面 右手紧紧地攥着缰绳 眼眶里未有晶莹的诗意 却依然没有流泪 因为他还有希望 从荒原回来的路上 他已经梳洗过 换过干净的衣裳 只是因为不健康的脸色和瘦削的身形 显得格外地憔悴 愈发地惹人脸 如果不是他身旁的雪马 一看便知是名贵之物 不知道有多少城门族或混迹江湖的人们 会对他生起歹意 这几日 他看着龙庆隐姓埋名回到燕国都城 看着他流浪于街头巷尾 俗世的最底层 看着他被酒家的小二拿棍子呼喝 看着他挣扎求存 好几次忍不住想要上前 却又不敢 因为自荒原归来的路途上 龙庆见到人烟之后 便不再向他讨要食物 每当他想要帮忙的时候 龙庆便会疯子一般凄厉的吼叫 甚至会拿起手边能摸得到的一切事物 向他砸去 无论是石头还是泥板 除了那只用来乞讨的破碗 路逞家很悲伤 他的悲伤在于龙庆现在的处境 在于龙庆驱赶自己 在于他发现龙庆只能像顽童 或者真正的乞丐那样 用石头和泥板来砸自己 每每想到龙庆也会认识到这种现实 敏感而骄傲的他 会是怎样的痛苦和难受 变成乞丐的龙庆皇子 傍晚时分 终于从一个妇人的栏中 半讨半抢到了半个被冻得硬邦邦的馒头 他得意洋洋地把馒头塞进怀里 想念着住处藏着的那半瓮白菜帮子汤 哼着早年在西陵天狱院童窗处听过的燕曲儿 踏着破鞋便出了城 城外有道观 龙庆皇子过道观而不入 甚至看都没看道观一眼 要知道换作以往 若道观知晓是龙庆皇子在外 必然会清空全观洒水扑道 像迎祖宗般把他迎进去 然而数日前 那名小道童得知他想在道观戒宿时 眼神却是那样的鄙夷 所以龙庆没有住道观 他住在城外一间废弃的佛庙里 现在的龙庆很脏 棚头够面 头发打结根本无法解开 幸亏是冬天 胸腹间的伤口没有腐烂 也没有蚊虫跟随 不然废庙里的乞丐都不允许他再次落脚 回到废庙 龙庆发现自己还不是太饿 甚至没有在荒原上向那个女子讨要食物是那般的饿 于是他决定把那半个馒头留到明天再吃 满意地捂着自己微微鼓起的腹部 想象着明天清晨馒头被白菜帮子汤泡软后的味道 香甜地睡去 陆陈佳牵着雪马 在夜色中沉默地看着那间废庙里透出的火光 他知道里面有很多乞丐 也知道这个时候那些乞丐大概正在彼此吹捧今天乞讨的收获 沉默片刻后他转身离开 却没有走远 就在离废庙不远处的一片林子里歇了一夜 他以为龙庆没有发现自己还跟着他 因为他毕竟是动玄上镜的强者 现在的龙庆只是一个普通人 然而他忘记了一件事情 作为相知相处多年的情侣 他不用念力去感知 也往往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龙庆在那里 这已然变成了一种习惯或者说直觉 然而幸福或者说不幸的是 龙庆也有这种直觉